The sea sparkled in the sunlight Sunlight 陽光 In the sunlight 在陽光下 表示陽光在普照 而不是說under sunlight Under sunlight 表示陽光就一點 照在一個地方 但是這裡是陽光普照照的範圍很大 表示In the sunlight 在陽光下 Sparkle 表示 表示 到處點點 星光 閃耀 The sea 大海 為什麼說The sea 因為 世界上只有一個海 的確 有幾個大洋 但是海呢 他們都是海 所以說海呢 只有一個 而是大洋有好幾個 海都是只要有海水的地方 都是海 只有固定的 因為The moon 月亮 世界上只有一個月亮 The sun 太陽 只有一個 The sea 海 The earth 地球 只有一個 所以下面叫The The teacher tested us in English 老師 老師 考試 Test Tested us 表示過去是過去的 過去是過去的 而是 他 考我們 In English 用英文 考我們 Test 表示 測試 There is a bridge over the river 也可以說on the river 但是over the river 就不一樣了 There is a bridge 有一個橋 一座橋 over the river 表示跨過的那個河 這個 表示一個動作 表示一個過程 over 表示一段距離 表示你從那邊到那邊 需要一段距離 over the river 你說on the river 這表示那個橋就放在那個河上 這個意思是有一些區別的 河上有說一座橋 在漢語是一樣的 但是在英文裡 它是有區別的 許多英文的詞彙 必須在句子裡記住 是最好的 你單獨記這個單詞 有的時候你不知道應該怎麼用 但是放在句裡邊 你就能知道 它確定在什麼時候用 這個是最恰當的 They rode their respective bikes road ride 騎 騎這用詞 ride road bikes ride bikes 騎這用詞 they are他們的 respective 表示分別的 各自的 他們騎到他們各自的這用詞 也可以說 the road bikes respectively 可以說他們各自是騎到這用詞 這裡強調的是他們騎到各自自己的這用詞 而不是別的 they will arrive in half an hour 半個小時 half an hour in half an hour 表示半個小時以後 這裡不用after an half an hour 表示時間要用in in和after是有區別的 half an hour 表示after half an hour 就表示半個小時過了以後 其中央時間 不知道 在in half an hour 表示 在半個小時之內 或者剛到半個小時 他們將到達in 這裡是在半個小時之內 也可以說在半個小時 就是到了半個小時 他們將到達arrive 是到達的意思 到達哪裡呢 後邊要加到達北京 arrived in Beijing 要加in 它是不急的動詞 time is more valuable than money 時間呢 比金錢更宝貴 value 價值 valuable 有價值的 更有價值 more valuable than money 這裡是一個比較 than 是比誰誰誰 比什麼什麼 這裡是一個比較的 than we are all in favor of this plan plan 這個計劃 this plan plan 是計劃 這個計劃 in favor of 表示贊同 we are all 我們都贊同這個計劃 we are all in favor of this plan we are all in favor of this plan we reached London this afternoon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 we reached London 我們到達倫敦 這裡和arrived in London we arrived in London 雷翔中 也可以 但是arrived 表示最終到達 但是reach 表示夠到了 我們從這裡 就像我們有一隻手 夠到了倫敦 一樣 我們reach 也是夠到什麼東西 你在台子上 有個東西 你要去夠到 你夠到了 就是說我們身體已經達到倫敦了 這表示一個過程 arrived就是簡單的 簡單的到達倫敦 但是reach 表示你從這邊 到那邊的一個過程 我們到達的倫敦 的意思 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但是漢語 到達都是一個詞 we to finish a bottle of wine a bottle of wine 一瓶酒 wine 是葡萄酒 但是統稱wine 在英語裡 你要說喝酒 一般都說wine 都說醬 葡萄酒 a bottle of 這表示一個量詞 英語 量詞一定叫of a pair of shoes 一雙鞋 a bottle of wine 一瓶酒 a cup of tea b 這裡表示它的量 就是一瓶 這個容量單位 v2 我們兩個 v2 finished 表示過去完成的事情 finished 我們喝完了 這一瓶酒 what lovely little girl she is 她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女孩 little girl she is what 表示多麼 lovely 表示可愛的 little girl 表示這個小女孩 其實她最一定小 有可能她還很高 但是little 表示比較可愛的小 而不是說small small就是 她就很矮的 她很小的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學英語呢 最好的方法 是將句子背下來 為什麼要背下來呢 背下來就是你的東西了 那麼你隨時說話的時候 隨時你就可以說出來 美國人說英語 像流水一樣 而我們說英語呢 是像滴水一樣 因為我們要考慮它的時態 也要考慮這個動詞的習慣用法 還要組裝整個句子 即使我們將句子組裝出來了 那麼 他 美國人能夠聽懂 但是確實 不是那麼正宗的 因為人家不那麼說的 最好的方法 是將句子背下來 你說英語口語網 有十萬句永恒句子 在那裡反覆練習呢 反覆模仿 語音和語調 這樣英語會提高很快 這樣英語會提高很快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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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